我下午看了郭富城邻家洞人仙齐主演的这个临时结案 我当时说一言难尽啊 不太满意啊 既想笑也没笑了也好 然后想待尽也没待尽成啊 总之是有点如坐针战啊 然后就有很多评论就过来了啊 我之前说过就是阅读量并不高的这个帖子里面突然出现大量的评论啊 这一般都是有问题 当然这些评论口径跟我以前遭遇过这种情况是一毛一样的 非常类似的啊 基本上都说你懂个屁啊 你懂个球啊 你拍个试试啊 你说不好看就不好看吗 啊 我觉得很好看啊 再一个就是我刷到好几段一样的文案了啊 你们肯定是拿钱出来黑的啊 你这种收了多少钱啊 出来黑这个 首先是我看完这个电影 我就回来录视频了啊 我没看别人的视频 我也没有文案 我是张嘴直接录的 你要是发现有人跟我一模一样 请爱特我啊 我去举报他啊 是他抄袭我 再一个就是我是不是收钱来黑这部电影 其实很简单啊 我也不是这个六子 我不能拉开自己的肚子 证明我只吃了一碗粉 咱们这样吧 如果我是收了钱来黑这部电影的啊 我就跟梅兰天的儿子一个结局 如果您是官方的水军来骂我的啊 您就跟梅兰天的儿子一个结局啊 咱们要赌就赌大点啊 咱们看谁跟梅兰天的儿子是一个结局 这部片子你如果让我找优点是有的 郭富城的表演是不错的 很有层次 他这个角色的戏份也是最吃重的 其实小齐和林家栋更多的是打的辅助的角色 郭富城的表演啊 可圈可点 但是我觉得郭富城的爆牙太出戏了啊 影响了他的表演 其实他的很多的细节的表演 完全可以非常打动人 但是由于戴上了这个爆牙 就想制造这个喜剧效果 当然我知道 可这可能是郭富城自己提的 最后导致出来的效果 就是想笑又不是特别好笑 然后想表达演技的时候又受制于这副假牙 所以最后出来的感觉就是挺怪 现在这段是我刚刚啊 对着镜头直接张嘴录的 没有文案 如果你再说谁跟我一样啊 你爱他过来我啊